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信赖台湾之友会 17号在台开新天堂乐园成立 花莲县分会一的是由赖清德来受证 而赖清德也强调 台湾的经济发展需要更一步的进展 并且为台湾社会需要的安全安定 它将会打击黑金枪毒等项目 打造一个安全的社会 稳定两岸的发展 并且抛出了两项必须要做的建设 花莲县境内的公共运输系统 以及电信5G的通讯建设 希望能够在花莲打造软体的园区 赖清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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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支持者频频急掌交流热络 副总统赖清德献胜花东 多元族群融化 就是像今天美丽的现场一样 南岛与竹从台湾开始 积极抢攻原住民票 原赖清德为2024选举费尽心思 普班日当天 他出席花莲以及台东的 信赖台湾之友成立大会 除了要为自己拉台士气 更要整合势力为立委选举布局 2020年花莲立委选举当中 傅坤其以45%的得票率 击败萧美琴 他也将代表国民党争取连任 但民进党候选人却迟迟未定 而台东上一届由张志明对决刘兆豪 最终刘兆豪以过半的票数当选 不过明年台东立委大洗牌 来迎征召基层出身的黄建兵 对上在绿营党内初选胜出的赖昆成 双方磨刀霍霍叙事待发 让花东选情更显扑朔迷离 我站上去打球区里面第一开始第一球 我一定很紧张 看我第二颗球的时候我就不会紧张 为什么 我就敢打难面对 终止为拳龙打击教练张泰山 今年4月推出自转新书 热爱棒球的赖清德 以私人名义将书捐赠给台东 北南国中和花莲水源国校 期待花东地区能够培育更多的棒球选手 难得看到赖清德小朋友们快乐地唱起歌 赖清德和孩子们亲切互动 尝试以七名作风为自己的选情加分 借着上宣旭力行李明的花莲台都报导 OU探索了